HELLO 大家午安 今天在這個新設定和大家拍影片 其實是這個設定來的 就是燈光和鏡頭 相機搬了位 現在這個位置對正電腦好一點 我希望可以多些和大家拍攝視頻新聞 簡單一點 我比較容易看電腦 今天一半是回答網友的問題 有位網友問我 想買一支大光圈鏡頭 試完他的朋友都說拍照一定要有大光圈鏡頭 他問我其實大光圈鏡頭有什麼用呢 我只是告訴他 大光圈鏡頭其實在今時今日用途只有一個 什麼呢 前景深 在我們菲林年代其實大光圈鏡頭有三個用途 但其中兩個用途今時今日已經不用了 其實我在以前拍過一段影片 講大光圈鏡頭 基本上菲林時代我們用大光圈鏡頭有三個原因 最基本的原因是因為不夠光 事實上我們菲林年代我們用的菲林 通常大家都是用ASA100菲林 極少人用高速菲林 為什麼呢 因為高速菲林 當時太粗了 例如ASA400 即是現在的ISO400 已經粗到你看到的粒粒很嚴重 再高一點的ASA800 即是ISO800 粗到你叫做粗沙紙 你基本上不能用的 後來有些ASA1600 或者ASA3200 即是一口笑的 那些菲林 所以菲林年代 你需要在低光環境拍照 你真的需要一支大光圈鏡頭 要夠光才行 另外一個原因是 以前的相機 光學viewfinder 你入多少光 那你的viewfinder看到多少光 以前的對焦片不是太光 所以在以前我們需要大光圈鏡頭 或者是方向對焦 你不要當搞笑 在手動對焦年代 我們真的是靠眼看 所以一些職業視頻師 假如你對焦片不夠光 可以換一些增光對焦片 但對於一般用家來計 不是每部相機都可以換這些增光對焦片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大光圈鏡頭 比較方便 但價錢當然很貴 另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淺景深 所以到今時今日的數碼相機 第一 已經不存在對焦要光的問題 你現在是用EVF 或Live View 你的光度 根本是即時看到你實際影像的光度 而且它跟你拍光一點 你放心你一定會看到的 你不需要一支大光圈鏡頭來看光一點 第二 低光攝影 今時今日的數碼相機 你的高ISO的影像是靚到離譜 確實在我們菲林年代 我剛才也說 ASA400 已經叫做高速菲林 你試一下 ISO400 說是高速感光 笑死人 基本上 現在你至少 ISO1600 ISO3200 都絕對接受 你不能再高一點的話 你不當高ISO 所以今時今日 低光攝影 你可以用高ISO去解決 剩下的原因就是淺景深 所以回答這位網友 假如你不需要淺景深的話 或者你不是玩極度淺景深 基本上你不用太大光圈鏡頭 當然鏡頭的光圈 你不可以太小 所以假如你拍人像 一支1.8光圈 例如你85mm 1.8 我覺得已經相當不錯了 或者50mm 1.8 你已經玩到很明顯的淺景深 當然在今時今日來算 用家的追求是相當過份的 我記得在我年代第一部菲林相機 菲林單瓣 我是用Minota SR2 Super 二手相機 當時我第一支鏡頭很幸運 根尼的鏡頭是50mm 1.4 相當不錯 在那個年代除了1.4之外 當然有些朋友會用1.8或1.7 看你什麼牌子 免得太1.7 其他牌子1.8 細本級光圈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心理上有一點不爽 再大一點的1.2 買不起 當時你用Nikon相機 有58mm 1.2 相當漂亮 但價錢雖然大了半級光圈 幾何級數上 不單止幾倍價錢 對於我當時是一個學生哥 我想都不敢想 1.2夠大光圈 不夠 今時今日很多朋友都會說 0.95 這簡直是瘋狂的大光圈 為何呢 是極難用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試過用0.95 我告訴大家 是相當難用的 這支鏡頭 你用來拍攝模特兒的話 你不要拍得太近 你越近的話 景深越淺 到時你對上來 不要說左眼睛 右眼睛 你是左眼的左邊睛 左眼的右眼睛 很難用 這支鏡頭 景深太過淺了 當然最早期的位置是Leica 一支0.95 現在Icon出了一支Z的0.95 這兩支鏡頭 大家可能覺得是最大光圈 這兩天網上的新聞相當過癮 其實我早兩天已經拍了一段影片 沒有剪 現在一次過說 在網上最近有一個 Leica拍賣會 第38屆 其中一件最受關注的產品 竟然不是Leica相機 是Cal Size一支鏡頭 Cal Size有支50mm的0.7光圈 很瘋狂 可能是史上最大光圈的民用鏡頭 其實也不算是民用的 這支鏡頭 是一支訂製鏡頭 50mm 0.7光圈 Cal Size的Panner 說回鏡頭質素 很多朋友經常問我 什麼牌子鏡頭最正 坦白說 不同牌子鏡頭都有些相當正 很難選擇最正 但如果說光學的話 當今世上 Cal Size應該是最正的一間 Nikon 朋友 Canon 朋友 不要跟我爭 為什麼呢 你看看晶片的光刻機 最厲害的是光刻機 用哪間公司的光學鏡頭 你就知道 Cal Size最精密的 這支鏡頭有什麼來歷 根據資料所說 這支鏡頭其實是美國太空總署 1966年一個登陸月球計劃 需要一支大光圈鏡頭 和Cal Size購買或訂製 資料沒有說清楚 當然我個人不太清楚 為什麼美國太空總署 覺得登陸月球 需要一支這麼大的光圈鏡頭 因為月球其實不會太暗 你看看所有登陸月球的相片 其實月球都相當光猛的 就不需要去到0.7 有個說法 當時需要一支大光圈鏡頭 就拍月球很遠很遠的地方 很深遠的光照不到的地方 坦白說 你只是摺50mm 當你去到很遠很遠的畫 你都拍不到 如果你深入很暗的地方 沒有光的地方 當然拍不到照片 稍微有些光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去到0.7 那0.7可以拍什麼呢 後來真的有電影導演 就拿了這支鏡頭 就在一場 只是一支燭光的 這麼低光的環境照明 就拿來拍戲 曾經用過這支鏡頭 當時這支鏡頭 就做了10支 根據資料所說 太空總署就拿了6支 結果 在月球是用不著的 正如我所說 月球是不用這支鏡頭的 為什麼呢 因為0.7光圈 景深淺度離譜 你不可能用得到 假如你拿這支鏡頭 開到0.7光圈 的話 按淺景深在月球上 基本上 真的沒什麼用 因為登陸太空的照片 是相當清楚的 你不能夠按淺景深 所以這支鏡頭 都是白帶上去月球 這支鏡頭 有沒有拿到地球 就不知道 結果剩下4支 Karlsais其實做了10支 6支交給太空總署 剩下4支 其中一支 是Karlsais自己的博物館收藏 還有一支全新的 另外還有三支 在哪裡呢 電影導演史丹利康伯 史丹利扣給力克 拿了這支鏡頭 有三支鏡頭 在拍《亂世兒女》 1967年 拿這支鏡頭 做什麼呢 拍一場用燭光的照明 寄荊四座 沒有人敢用蠟燭照明去拍戲 他有一支0.7 我沒有看過這場戲 我先問問我媽媽 他應該看過 OK 在這麼暗的環境 需要一支0.7 所以這支鏡頭 真的相當厲害 當然景深也相當淺 如果各位真是淺景深控 喜歡極淺景深的話 如果0.95都滿足不了你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上網拍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現在開價 應該沒有記錯的話 大約是5.5萬歐元 5.5萬歐元 這個開價 你不要想著5.5萬買到 5.5萬大概是50多萬 港幣 市場估計這支鏡頭 最終大概是12萬多些歐羅 所以12萬多歐羅 是成交的估計 所以12萬多歐羅 約是120萬港幣有找 115萬港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用100多萬 沒有很多錢 一個車位 最近香港最貴的車位 賣到150萬 神經病 各位可以買這支鏡頭 回去玩玩 但是如果0.7的淺景深 你用得到的話 你都相當厲害 這支鏡頭的Condition怎樣呢 Condition良好的 玻璃乾淨 拍賣會這樣說 你要相信它 這支鏡頭 現在已經安裝了一個 Adapter 可以連接一部 改裝了的Nikon F機身 這支轉絕環 連同一個三腳架 拆下來 拆下來 拆下來是甚麼 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螺絲 也不定 這支鏡頭的光圈 0.7 1 光圈 1.42 2.84 5.6 和8 最小是8光圈這支鏡頭 由於這支鏡頭 都是歷史上一支相當厲害的鏡頭 實用價值 我相信都不大 為甚麼呢 因為你都不會用來拍戲 或上月球 相信 如果買家買這支0.7的鏡頭 都是收藏用的 為甚麼呢 真的相當珍貴 這條片簡單 和大家講一下 大光圈鏡頭的三個基本用途 在菲林攝影年代 數碼年代唯一用途是淺景深 50mm 0.7 超淺景深 真的不可能用 你下午需要絕對平面才可以 稍為有深度 有景深淺度 你真的用不到 OK 所以這支鏡頭 我猜到當時 太空總署都是拿來影無限遠用 到此為止 這條片都是試試今天這個設定 拍成怎樣 如果是OK的話 我陸續在這個位置 會拍攝攝影新聞 希望能夠推出更多的影片 OK 喜歡這段影片的 喜歡CALSIZE的 給我LIKE這段影片 讓我知道大家的口味有甚麼 讓我可以拍片的 知道拍哪個方向好些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解釋全部 畫面上高有Facebook的Fan Page 在那裏可以留言給我 問任何問題 簡單的文字答理 複雜的拍片和大家講 OK 今天盡快剪片 拜拜 在這項目讓 teacher來圣托